各位观众听众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9月21号星期六 每逢周末香港民众都会以各种形式展开抗争 但在这个周末到来之前 亲共分子抢先行动 亲共议员何俊尧 这是跳得最高的反香港民众 亲共产党的一个议员 这个人在周末来到前 号召他的亲共支持者 亲共分子去拆除香港各地的联笼墙 联笼墙是反送中运动以来 香港民众表达心生意愿的一个 可以说是原地或者阵地 在全港有一百多处 有的是在地铁口附近 有的在校园里边 有的在主要的街道 那么何俊尧居然向警方申请 要去拆除联笼墙 而且说要发动三万人起来干这件事情 但是警方比较犹豫劝他不要这么做 那么随后何俊尧收回了 拆毁了所谓不反对通知书 就是说不搞大规模的申请 但是说这个活动仍然举行 因此在星期五晚间或者星期六的凌晨 何俊尧和亲共分子几次就抢先行动 拆除各地的联笼墙 亲共分子的这个举动显然会加剧香港的动荡 加剧冲突 引发这个可以说不必要的纷争 这是可以说是亲共分子的一个重大的挑衅行动 对香港民众 然后随后在星期六 香港民众有两个行动 一个叫做在元朗地铁站静坐 因为要纪念元朗事件两个月 在两个月前7月21日有中共所支持的黑社会 白衣人三合会 对当时的抗争者市民和游客 与旅客采取这个无差别攻击 造成重大的可以说是流血事件 但是警方是被国生去不管 事后对白人的追究也不得力 显然是中共在背后搞了黑社会攻击市民 这件事成了香港抗争运动升级的一个重大的转折点 另外在星期六香港民众发起了光复屯门的游行 这个游行是在屯门西铁站这一带 游行是在两点击合三点出发 但是仅仅出发不久 警方就举起黑旗 寓意警告 在游行没有发生 这种勇武抗争或者说是冲突的情况下 还和平进行的时候 警方就在开始干扰 并且发射催泪弹 这个催泪弹掠过人群的上方 那么随后就发生了问题了 那么一个小时之后双方就发生了冲突 说游行队伍中有人向警方喷灭火器或者这一类举动 也有人说要扔汽油弹 这个是非常奇怪的现象 所以主办者游行的主办方当即就宣布提前结束 游行提前结束 本来是要三点到五点 那么在四点来钟就提前结束了 是尽量避免引起纷争 说明这个并不是游行的主办方 或者是港人想引起 这种很可能是 现在港人一旦要举行游行集会 中共的潜伏分子特工也好 地下党员也好 还是假扮的黑衣人也好 立即要把他往暴力的方向引 要尽快的引发暴力引发警方的镇压 然后让事态尽快结束 佐证这一点还有一个证明 就是在元朗民众发起的说是净座 净座是最和平的一种方式了 纪念两个月前的元朗事件 那么组织就说一句话 他们不会攻击任何人 但是如果他们受到攻击的话 他们会奋起自卫 也就是说如果勇武派抗争 勇武派抗争 而是在后而不是在前 这个前后顺序因果关系说得很清楚 那么现在中共的一个手法是 十一国宪节到来之前 既不方便出动大量的军队或者军警去大规模的镇压 但是另一方面也不想对港人做让步 那么就采取了一种阴损的手段 那就是一旦有港人有游行集会 中共的破坏分子就混集其间 开始投资汽油袋或者是发射 其他一些装置灭火器等等 这可能性存在 这可能性是最大的 至于抗争民众本身 勇武派本身要做这个事情的可能性也存在 但相对比较少 那勇武派做了什么事 在昨天屯门 在星期六屯门游行中 有人拆下了旗杆上的 屯门有一个所谓当地的政府 拆下了那里一个旗杆上的五星红旗焚烧 那么这个是焚烧五星红旗 可以说全球华人都做的一件事情 就跟在前两天洛杉矶的抗议中 有一名年轻的中国妇女 怀抱孩子的妇女 向这个五星旗破墨 这个因为当时的亲共分子 正在那里搞生旗的一些 你是在美国的土地上生五星红旗 拿很多五星红旗来招摇 所受到了这个华人的抗议 所以这些行为有可能 有可能是勇武民众所做的 那么警方随后去 灭火 所以这是香港的事态还在发展之中 那么在星期六进入夜间之后 有更多的警民冲突可能会发生 而警方的粗暴行动一入即往 尽管国际大厦组织已经指控 香港的警方或者有大陆公安冒充的警方 是使用了酷刑滥用警权 已经在指控他们大量的证据显示 但他们仍然采取了非常暴力的手段对付民众 比如说对那种到现场的急救员 都寓意收查证件 还寓意捆绑 对参与医护救护的救护员 昨天星期六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那么这是第二个动态 在台湾众所周知 最近几天连续有两个邦交国跟台湾断交 中共从台湾手上强行夺取两个邦交国 都是南太平洋国家 一个是所罗门群岛 这个所罗门群岛跟台湾有36年的邦交 突然被中共夺走 那么另一个是吉里巴斯 也是南太平洋的一个岛国 是一个相当穷的国家 那么中共连夺台湾两个邦交 几天之内 事实上自从蔡英文领导的民进党政府 重新执政以来 三年的时间 中共中共夺取了台湾七个邦交国 台湾当时有22个邦交国 那么现在夺取了七个还剩15个邦交国 那中共之所以才从这种行为 一个是对台湾的一个报复 认为台湾是香港的抗争运动 台湾是精神上的后援 那么对台湾报复 试图要恐吓台湾不得撑香港 再一个试图在选举中制造事端 试图给反对民进党政府 反对蔡英文的另外一个阵营 南营或者国民党阵营送枪 让他们捡到枪 捡了冒烟的枪去攻击蔡英文政府 果然国民党方面 韩国瑜阵营 和韩国瑜的支持者韩粉等等 就猛烈攻击 蔡英文政府无法维护国家的主权 就是中华民国的主权 不断失去邦交国 但对中共资质不予谴责 显然是一唱一和 另外中共还有一个企图 就是企图改变地缘政治 像所罗门群岛的地位很重要 在跟澳大利亚新西兰是一个联盟 是南太平洋 是重要的一个地区的岛国 或者是千岛之国 那中共显然是对澳大利亚新西兰 这附近是挖墙角 蔡英文政府已经声明了 说中共这个做法 是想让台湾不要购买美国的战绩 想恐吓台湾不要支持香港人 甚至要恐吓台湾向中共低头 而且告诉台湾人 要选出一个向中共低头的总统会选人 或者是政党 实际上蔡英文就说 坚决捍卫台湾的民主和主权 而且说对中共的所谓一国两制 坚决说不 那么中共实际上的企图潜台是很清楚 如果是亲共亲中的领导人当选 或者是政党当选 中共就不去挖台湾的邦交国 如果是反共的捍卫民主价值的 跟自由世界结成价值联盟的领导人 或者是政党当选的话 中共就要继续挖台湾的墙角 或者是继续的武力威胁台湾 就在这个同时 美国的军舰再次进入台湾海峡 宣示了美国对台湾的坚定支持 那么实际上连续两个国家方交国 中共夺走台湾两个方交国 美国国务院做出了一个表示 一方面谴责中共破坏地区的稳定与和平 另一方面也警告那些国家 包括所罗门群岛和吉利巴斯 要考虑这样做的后果 而美国已经取消了跟所罗门群岛总理的会见 而中共之所以能够挖住台湾的邦交国 主要是依靠金钱手段 比如说对所罗门群岛有90名留学生在台湾 中共就立即表示三个条件 一个说这90名留学生可以立即转到中国大陆 第二中国政府给他们全额奖学金 再一个说中国政府给他们所谓的优厚待遇 也就是超国民待遇 就跟所谓山东大学对这些非洲留学生所做出的待遇一样 所以中共主要是砸钱 就是我有钱我怕谁 银弹弓是金元外交来砸钱 抢夺台湾的邦交国 不惜中国人民的血汗钱 而且中共有个所谓的优势 打引号的优势就是做任何事情 不需要听取中国人民的意见 自己可以擅自作为 那么中共对台湾外交强角 如此的就可以说是肆无忌惮 难得就不怕后果吗 其实中共可能会面对三种后果 第一个后果说的浅一点的话 就是台湾因为面临邦交国不断丢失 面对中共的这种霸凌行为 台湾有可能走向另一个趋势 就是淡化跟正式的邦交国的这种关系 因为这种关系台湾也付出了很多的精元 物理人力的财力的代价 台湾有可能加强非邦交国的关系 那就是大国关系 比如说跟美国 英国 法国 德国 欧盟 日本 这些台湾反过来加强跟这些大国巩固的联盟 就以实质性的外交取代表面上的外交 第二个变化就是 这几年一直有美国的议员和媒体人提出 应该美国应该跟台湾建交 也认识台湾是一个完全具有主权功能的国家 那同时在欧洲也是这样 就像上次德国总理默克尔去访问中国的时候 德国的报纸《世界保》第一大报的主编就号召 说如果中共在香港下手镇压的话 那么德国就应该跟台湾建交 承认台湾 所以这种呼声是越来越强 就极可能发生就是 美国 欧盟和其他民主国家 眼看台湾被中共外交宰割 外交包围 这种情况下可能出于同情或者公理 跟台湾建交 那么这可以说引起中共的外交地震 因为事实上 中共的横板要求在国际上根本没有惯例 比如说中共要求要么承认中国大陆中华人民共和国 要么承认中华民国只能二选一 不能双方都选 但以前东德和西德分开的时候 西德是民主国家 东德是社会主义国家 但是都得到双重承认 很多国家跟东德西德是双重建交 就是说一个国家既跟东德建交也跟西德建交 而且东德跟西德这两国都有席位 同样道理 现在的北朝鲜和韩国 南朝鲜或者叫北韩南韩 他们不仅他们的联合国都有席位 另外呢 他们也是双重承认双重建交 比如中共本身 中华人民共和国本身 就既跟韩国建交也跟北朝鲜建交 是双重承认 所以在台湾跟中国大陆这个问题上 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问题上 只能搞一重 这完全是不符合国际管理 国际社会完全可以回到正常轨道 就是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 但是也跟中华民国建交 平行建交 这个要迟早 可能要用美国开头来做 如果世界发展到一定程度 这个事情可能发生 中共所面对的第三个后果就是 在台湾 本来在台湾国内就有一个争议 关于他的国号 国民 究竟应该叫中华民国 还是叫台湾 这是一个争议 那么很多主张独立的人士 认为中华民国只是一个外来政权 是一个外衣 那么主张的国号叫台湾 那么中共不断地剥夺中华民国的邦交国 那么独派人士就认为 这只是剥夺中华民国的邦交国 但是最后推到如果台湾是零邦交 中华民国没有邦交 那么台湾这个名称反而突出了 台湾这个国民就应该叫做台湾 不叫中华民国 因为他们认为 中华民国跟四百年来 历史上 台湾所面临的外来政权一样 都是一个外来政权 因为台湾在四百年的历史上 先后经历西班牙统治 河南人统治 明末将领郑成功家族统治 后来是大清统治 后来是日本统治 是因为大清把台湾永久割让给日本 再后来是中华民国政府的统治 而中华民国是因为二战的时候 美国击败日本 击败日本就请中华民国去托管台湾 而美国本身托管了日本的琉球群岛 所以托管的形式出现 所以说台湾人民看来 就是所有这些政权都是外来政权 台湾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本地政权 叫大渡王国 这几乎是比较唯一的一个本地政权 其他都是外来政权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台湾有一个天然独的说法 就是说当地人 当地人尽管最早都是各地的移民 从中国大陆去的东南亚国家去的 或者其他国家去的移民 就跟美洲国家 这个美国组成是由欧洲来的移民组成的一样 台湾也是由移民组成的国家 有最早的本地人 土著土著人本地人 什么高山族排山排湾族等等 加设各地来的移民 包括中国大陆去的移民 组成的这些台湾的社会 他们认为他们才是当地的主人 而不接受外来政权的统治 因此中共这个做法就可能加快台湾独立的步骤 也就是中共把台湾进一步的逼向独立 这是可以说如果不说是近期的 也可以说是在一定时期内一个造成的后果 所以中共在香港制造了港独的时候 共产党是港独之父 这是近几年产生的那个概念 但是台湾本来就有天然度 加上中共的逼迫 有可能加快台湾独立的进程 这都是中共要付出的代价 再关于美中贸易谈判 美中贸易谈判在9月19日20日举行了一个副部级的谈判 由中共的财政部副部长廖敏 所算联的30人代表团跟美国的副贸易代表格里斯 算联的代表团在华盛顿的举行谈判 但是看上去谈判再次破裂 因为中国代表团突然在第二天取消了前往美国两个农业州的访问的行程 让当地的农业州也大感诧异 而中国代表团是匆匆的去提前离开了美国回国 实际上在这次谈判前 双方都做出了很多让步的善意的妥协的姿态 似乎要促成一些成果 但是现在看的情况不明 中国代表团没有取消了访问两个农业州 并匆匆离去之后 美国股市随后应声下挫 芝加哥的期货交易的指数也下跌 在这之前中共是向美国做了几项示好 一个是豁免了一系列美国商品的关税 并且承诺要大量购买美国的农产品 包括大豆和猪肉 因为中国正在发生猪肉荒 猪肉供应短缺 猪肉价格暴涨 而中共政府已经投放了上万吨的战备储备的冷冻猪肉投放市场 显示危机很严重 因为这种战略猪肉一般是战争时期 或者大饥荒时期要使用的 居然现在就动用了 在为了国庆70周年 那么中方还请求美国 在十一国庆的时候有一部分关税不要加 美方也做出了相应的善意姿态 一方面是把10月1日加征的部分关税推到两周 10月15日 另一个随后也豁免了430多种中国商品的关税 这些关税涉及美国接下来的节日 圣诞节所要用的一些商品 比如说圣诞彩灯或者是宠物的项链 或者是木地板组合木地板等等 这些产品后面都是双方的一个善意姿态 但就在这样双方善意姿态下 谈判却出现了异常 有可能很多事情没有谈了 又再次谈奔了 这说明双方的贸易战有可能继续的升级 就在谈判进行的时候 进行期间 美国副总统彭斯有个表态 川普总统会坚守立场 一定会要求中共做结构性的改革 遵守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 而中共那边再三表示 就是不想遵守规则 就是说结构改革是个关键 中国不想接受结构改革 或者是立法来改革中国的事情 而且对谈成的贸易协定有监督机制 不愿意承认 不愿意认可 就像以前那样 不受监督 自己宣布遵守了还是没遵守了 然后想拖延战 这是中共最后让谈判破裂的一个关键原因 至今他还坚持这个立场 不愿意接受严格的监督 只要不接受严格的监督 就跟以前奥巴马时代 小布什时代 克伦伦时代 一样 中共长期的耍赖 继续的占美国的便宜 那么就在同时 这两天 美国总统在接待澳大利亚的总理莫里森 访问美国 庆祝美澳过去一百年的盟邦友好关系 所以缔造未来一个百年的关系 在隆重的这些欢迎仪式和盛大宴会 还有记者会的时候 川普表态说 他不打算跟中共达成一个部分的协议 他要求达成的是一个全面的协议 而且说在明年2020年前大选前 他并不急于达成协议 美国经济强劲 而中国的经济出现了大问题 那么这个谈判出现了状况之后 10月份的谈判也蒙上了阴影 用原定这次复不及的谈判 10月份会有中共的副总理刘鹤 跟美国的贸易谈判代表莱特希泽 在进一步的举行盛事谈判 现在看来恐怕变数很大 中共也极可能在十一前耍一些花招 来稳定一下中美关系 或者说会习近平政权去回答一些党内 对其他反对派系和政治老人的责难 表现出一副谈判的姿态 所以现在情况还不明朗 还要继续观察 那么接下来一个事情就是 中国内地不断的成立马克思主义学院 连河北医科大学 这样是专门以医科内医学内为主的大学 居然都成立了马克思主义学院 国内表示了这个见怪不怪 几乎全国各省各地的各种各样的大学 都成立了马克思主义学院 如果说最好是综合性大学成立 倒不奇怪 本来有文科内 或者说纯粹是文科大学成立也不奇怪 或者是师范大学 但是最后扩大了理工科大学也成立马克思主义学院 甚至于连医科大学都在搞马克思主义学院 这显然是政治局称王沪宁专门搞的所谓意识形态 加强意识形态的其中一种手段 不过就在马克思主义学院建立的同时出现了一个微妙的信息 本来中共以前的大学的这些学院叫马列政治学院 或者马列主义政治学院 结果悄悄的把列宁的名字拿掉了 改成了 全国统一的都改成了马克思主义学院 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微妙之处 微妙之处就是最近几年在俄罗斯发生了一个变化 俄罗斯在1991年苏联打台之后 本来就有对列宁的非议 对斯大林更不用说 早就被否定 那么最近几年的教科书就正式定义为列宁为俄奸 就是俄国的内奸 因为列宁发动了1917年的十月革命 是在德国的支持之下 当时的俄国跟德国是处在一战中的交战国 当时德国在西线要跟英法交战 在东线跟俄国交战 那么当时俄国沙皇时期就进行了交战状态 那么后来沙皇被俄国的一个民主革命所推翻 推翻之后 德国以为就跟俄国会结束战事 但是继承的临时政府仍然是参战方跟德国在交战 那么德国就把眼光放在了其他人身上 就是布洛斯维克的领袖流亡在芬兰的列宁身上 认为列宁有可能搞垮俄罗斯的合法政府夺权 然后德国就跟列宁进行了私下交易 由列宁回去夺权 然后推翻当时的临时政府 当时是一个民主政府 有议会 有选举的临时政府 那么德国就会给列宁个人和他的政党预议报他 给他五千万的马克的支持 同时用特种兵和封闭列车护送列宁回到俄罗斯 回到莫斯科 那么列宁就回去了 带着德国人的援助和德国人的使命就回去了 回去了他私下答应了德国很多的卖国的要求 结果果然后来列宁领导布洛斯维克夺权成功 成功之后就宣布结束跟德国的战争 不仅结束 还把100平方公里的重工业的俄罗斯的重要的地方 所以重工业地割让给德国 而且给德国赔偿了六十亿马克 就是德国割了列宁和布洛斯维克五千万马克 而列宁暴打了六十亿马克 不知道是多少倍的奉还 同时也割让土地 然后要签这个条约 所以当时连列宁派出去的代表 布洛斯维克的代表团都不愿意签这个条约 觉得这是卖国条约 但是列宁就恐吓他们 说谁要不在这个合约上签字 明天就在死亡书上签字 就威胁要处死他们 所以这代表就被迫签了这个卖国条约 这个卖国条约签了之后 可以说俄罗斯或者说新成立的苏联蒙受了重大的损失 说列宁的名字 列宁本身构成重大的卖国行为 所以后来在最近几年 在俄罗斯的教科书高中课本上就正式载入了这一笔 把列宁定为俄罗斯的内奸俄奸 而且把列宁统治了几年 最初的苏联的几年定为人间地狱 是地狱 因为当时面包也短缺了 粮食也短缺了 大量的人饿死 列宁还强增鱼粮 强增鱼粮向人民强增鱼粮 说是充公 所谓鱼粮由政府来定 也规定你每月消费多少斤 其他都叫鱼粮 必须交给政府 所以当时的民众非常愤怒 都号称即便是要共产主义 也不要布尔什维克 要求绞死列宁 然后列宁才稍作让步 把鱼粮夺取鱼粮变成一个收粮食税 所以列宁后来招人暗杀 连中两枪 然后这个枪里面有毒液 然后他后来的六年都卧病不起 后来这个政权被一个书记员所控制 书记员能掌握文件和内部的这些关键的机关人员 书记员就是当时的秘书长 后来也翻译成总书记的斯大林 斯大林在最后列宁的最后晚间控制了列宁 因为列宁握病不起 斯大林连列宁的医生 列宁的警卫护士都加以控制 与监视 连列宁独这么报都由斯大林来选 最后列宁实在相对的失去了自由 然后列宁即便是跟他太太见面 都要获得斯大林这方面的批准 所以最后列宁跟斯大林在最后的时候是关键分手了 完全是分手了 所以说列宁留了个遗嘱 说斯大林自从他担任总书记 也就是秘书长或者书记员之后 在手中集中了无限的权力 他以后是否会谨慎的使用这种权力 我表示怀疑 他留下这个遗嘱 按时中央委员会应该撤换斯大林 但中央委员会软弱了 没有撤换 结果斯大林掌握了大权 现在比列宁可以说更为残暴 或者同样残暴的大屠杀 这个政策 大清晰政策 让苏联现于这血雨腥风之中 多达数十年 包括很多跟列宁和斯大林一起开打天下的这些战友都被处死 七大领袖中除了列宁死亡 托姆斯基复度自杀 其他都被斯大林押上刑场枪决 包括杰出的理论家布哈林 包括红军之父托罗斯基在海外被暗杀 还有另外一个苏联最著名的领导人 排前面几位领导人 基罗维也夫加米利夫都被押上刑场处死 整个苏联的革命 所谓布尔斯维克的革命 就是一个大恐怖 回到中国国内 突然这几年悄悄的把马列主义学院 或者马列政治学院悄悄改成了马克思主义学院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但是尽管如此 但是王沪宁最近又搞了一个动作 把习近平推到跟马克思列宁 毛泽东相并列的地位 邓小平自自不提 当然 后来的江泽民胡锦涛等人就更加自自不提了 那对改革派的胡耀邦赵紫阳也就自自不提 结果把这个说 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习近平 发表一篇文章叫 《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 就在中国 那么就把习近平跟马克思列宁 毛泽东的名字并列 好像是共产主义世上的四大伟人 但这个客观上造成了高级黑 因为列宁已经被定义为俄奸 是遭到俄罗斯彻底否定的人物 再入教科书 所有俄罗斯的青年都知道 当然 毛泽东本人 事实上就是不折不扣的汉奸 在二战时期 卖国跟日军 汪魏 普尼勾结 然后夹击国军 削弱国民政府 推翻国民政府 这本身就是不折不扣的汉奸行为 毛泽东自己都承认 而当时苏联驻沿岸的代表 中文名字叫李平 专门写延安日记 说毛泽东成天琢磨的就是 跟日军勾结 颠覆国民政府 根本不在抗战上琢磨任何事情 整个抗战八年 中共只打了两个小仗 还受了毛泽东的大声斥责 林彪打了一个百团大战 跟国民党合作 和国军合作 彭德怀打了一个百团大战 被毛泽东痛骂 一直痛骂说他们是把日军引向自己 没有受到一次轰炸 而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重庆 饱受轰炸 毛泽东跟日军可以说互同款取 以至于1972年 当日本首相田中角访问中国 要对日军清华表示道歉的时候 毛泽东连连白手 不用道歉 千万不要道歉 没有你们日本的入侵 就没有我们共产党的今天 我们要大大的感谢你们 毛泽东连续前后六次感谢日本入侵中国 换来了共产党政权 有一天 中国也成了一个民主国家 或者是发生了变化 那么要再入教科书的时候 毛泽东跟列宁一样 这个列宁是俄奸 而毛泽东是汉奸 这可以说是铁板钉钉 一对政治上的孪生 所以王沪宁把习近平抬到这样的地位 恐怕是一个历史性的高级黑 好 我今天就暂时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收听 再见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